同樣是環境聖誕節 到南國瀉這處特別在航空設計造雪機 並請中華東結合學生的財價表現 讓現場是相當有過多的氣氛 當時也安排了學生的榮譽卡調整華東 讓學生一年來送完路裡都能夠調整的機會 也讓學生有更加儲備的提供 天上的路線加上好聽的音樂 和到南國瀉的這一天特別不一樣 為了慶祝聖誕節 台南國瀉這次特別在航空設計造雪機 並結合學生的財價表演 讓現場相當有過多的氣氛 泡泡這樣飛下來 感覺真的很有聖誕節的氣氛 就是有不一樣的體驗 因為之前我們都是在室內的 然後就是在室外 然後有這個造雪機 就是讓我們有像進到了 像外國的聖誕節一樣有那個聖誕節的氣氛 就是整個很有那個耶誕節的氣氛 然後他就知道這砸很多錢下去 我當當時也安排到 學生的榮譽卡 挑戰我當 給學生一年來的努力 換作挑戰更來挑戰 這種學生是都表示相當的歡喜 好我們也希望透過這個獎勵的制度 鼓勵學生來加強學習 你今天會得獎嗎 一起來 你今天是得什麼獎 腳踏車 腳踏車 感覺怎麼樣 感覺很好 算是頭獎 我們榮譽卡制度是我們學校一個優良傳統 也就是說我們任何學生的一個獎勵 我們都用那個榮譽卡來代替 那麼榮譽卡到了這個十一月份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讓他們來對壞摩彩券 那摩彩券就會在我們這個歲末年中的時候 我們讓他來辦一個才藝發表 跟一個榮譽制度的一個結合 為了讓他們聖誕節 這次學校才會想說來利用造學機 他們做留學的環境 當時侯王警官也都報案做聖誕老人 來發送湯 加上台中的學生以及六年 和市長市的精彩表演 讓當時的氣氛也能說是相當腦節 我們今年特別把學生的才藝 跟榮譽制度移師到外面來 另外我們也結合我們樂齡的一個成果展 然後利用這個聖誕節的這樣的氣氛 營造整個讓小朋友非常快樂的一個氛圍 那今天會製造這個雪花飄飄的場景 主要是讓小朋友能夠在這快樂的氛圍中度過 那希望每個小朋友都能夠開開心心的在這邊學習 然後快樂的長大主要是這樣子 頭過後方出味的安排 哪會讓新郎下一段特別的會議 頭過後的小朋友很大表演 可以當培養小朋友的主信心 未來更好面對更大的挑戰 直接我們去γά線的報道 我們去判斷 我們去判斷